为了维护台湾民众的身心健康 预防吸干跟反毒 国际福伦3462地区联合63个福伦社 将近3000名社友 2019年10月27号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在台中市大理区的乔泰中学 举办一场福伦救干苦继反毒宣导活动 现场除了有乐仪队的表演 还免费提供吸干抽血筛检 跟超音波检查 吸引许多民众参加 国际福伦3462地区总监黄敬林表示 这次募集了700多万元的公益善款 希望透过筛检跟宣导 来终结吸干跟毒品泛滥 在我们主委张董事长 及我们主委阿德的努力之下 我们也除了七八百万的 即将寄注在这个吸干的工作上 这个是祭福人做Employer工作之后 我们希望在这个地区 在很神圣的工作就是 我们做吸干的筛检 及防治的工作 我们希望是在2021年 向全世界178个国家及地区 来宣示我们台湾做吸干筛检 及吸干根治的一个很重大的进展 国际福伦3462地区 63个福伦社 2700多位社友 平常就十分关心弱势族群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这次活动还邀请台中市卫生局 警察局少年队 物丰分局等单位一起参与 出动警犬队跟重型警用机车 唤起民众反毒 迈向健康的人生 说透过这次的筛检活动 可以把这些无形的 不知道自己已经罹患了吸干的 这些民众 能够把它筛选出来 然后让他杜绝不要再传染 到其他的家人 或者好朋友的身上 这样子 我们知道吸干是我们的国病 那目前患有这个吸干的人 将近有40万人 那我们国际服务人 3462地区 这几年在做这个小麻痹症的根除 那我希望配合WHO 在2025年能够根除这个吸干 让国人的健康能够更好 福伦3462地区总监黄敬林表示 国际服伦结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持续散播正面能量 这次的吸干筛检跟反毒活动 还有赠送精美的纪念品 跟反毒文宣 预估有3万名以上的民众受惠 福伦3462地区强调 将来还会持续举办各种公益慈善活动 让福伦大爱精神 以点线面方式延伸 打造幸福和谐的社会 记者陈维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 国际服伦3462地区 1920 永久爱宜 采取行动 连结世界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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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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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如 一天 welco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